趁他病要他命在波音流年不利的时候 日本准备被刺美国动摇他这工业的基础 大家好我是施涛 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的波音公司可以说是流年不利 波音制造的客机频发各种各样 令人匪夷所思的故障 当然我们要客观的说 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波音在制造上说的问题 但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暴露 现在波音内部也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深喉爆料 说包括波音以以为傲的波音777 787等等系列的高端客机在内 都有一系列的质量运患和质量问题 那么这搞得波音公司很没面子 也搞得美国的相关的管理机构 也搞得是他们焦头烂额 那么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就由于之前对波音的相关的认证大开绿灯 现在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这两天我们突然听到一个新闻说 日本又开始要研制它自己的民航客机的 这个新闻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们都知道日本在战后是研制了多款的所谓的民航客机 但主要都是叫做支线客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美国在干线客机市场上一直占有着领导地位 即便是我们说后来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进入到的战局 那么也只不过是二分天下 美国仍然占有了高端的航空市场 他们是民用航空市场 那么这一块市场上占有给美国不仅仅带来的是丰厚的利润 甚至在很多时候还给美国包括军事工业部门带来了很多好处 原因就是类似于波音这样的公司 在民机制造上实际上可以摊销掉它很多的成本 能够大大提升它军机的这个制造的稳定性 或者说在某些不利的时候可以依靠民机来走出困境 那么也正是如此我们说民航客机成为目前美国手上 仅存的少数几个具有完整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工业制造的门类 那么这可以说是目前美国门面上维持门面的这个工业制造的 这个非常宝贵的独苗了 但日本正是看到目前波音公司面临的相关的困境 决定要给美国来一个背刺 实际上前两年日本曾经尝试过这个民航客机的新的研制 三菱公司研制出一款叫做MRJ的这个客机 意图想要占领这个90到120座的这个支线客机的这个市场 但是由于种种的问题 这里面包括了设计问题 包括了这个协调问题 当然也包括了美日之间的这种协调问题 使得日本的这一款MRJ客机最终是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那么去年日本更是直接找来了这个挖掘机 把停在美国 本来要进行认证是非的这个MRJ客机 直接是给这个断了头啊 直接给减碎 卖了废品 那么现在看到波音又有点气虚的样子 日本是又动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想要研制所谓的轻动力的这个客机来占领未来的航空市场 那么现在看波音公司确实是处在一个比较难受的时候 一方面波音目前的主力客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二方面波音目前的制造能力被世界各国所怀疑 三方面波音这些年来啊 把大把的现金花在了股票回购称市值方面 那么在新客机的研制方面 我们说其实它是已经有点落后了 特别是主力机型波音737不断的在70年前的技术上打补丁 那么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最终累积出来737 MAX 8系列的这个客机 搞得这个击毁人亡的事故是频出 也导致了长时间停飞 使得大家对波音这个品牌产生了怀疑 因此如何让波音公司走出困境 是美国工业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那么在波音走出困境的道路上 有老对手空中客车公司还有新生的一些势力 比如说中国商飞等等的强力的挑战 本身就很坎坷了 现在日本又站出来要搞搞挑战 那我们说世界上最恨美国人的 那不是咱们中国人 那是日本人 日本人在他们90度的鞠躬 满脸的堆下后面 往往藏着一颗要弄死你的野心 特别是对美国 毕竟还是有侍仇 我们说毕竟是有两颗原子弹的仇恨在的 因此在美国虚弱的时候 恐怕站出来捅刀子的 恰恰就是他日本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感谢你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